首先要谢谢大家今天在这边 来听我讲这些东西 那这个Momo House是我自己 自己个人成立了一个小的品牌 然后前提是 我是为了我的女儿 然后未来的教育费什么的 然后我想说做一个什么东西留给她 有一个有意义的东西给她 那我本身 我的名字叫做魏佳南 那南大爷其实是我直指 小时候我在捉弄他时候的一个绰号 因为我都叫他叫大爷 大爷劳命小的以后不敢了 所以我才会叫南大爷 那我名字有一个男字 然后我的绰号很多 小时候年轻的时候从零到三十七岁 对我三十七岁 然后小时候人家又叫我小南 然后接下来叫阿南 然后接下来就南哥 越来越大年纪越来越大 然后自从有小孩之后就变成默默爸 然后默默是我的女儿 然后也许未来会叫做老男 那我自己本身的职业是网页设计师 那我的兴趣是绘画 然后是因为我当初高中的时候 学那个绘画是在步行商工里面的 然后手工艺的话 是因为我后来念了台义大 那单车跟潜水是我自己个人的休闲娱乐 然后其实当初公司找我去做这个 那个梦想摇览的那个平台 然后去发梦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想说 我要做什么 因为他叫我去做嘛 然后我就想说 我能够给家人什么 这个东西对我来说 一直是一个很大的议题 然后财富 因为毕竟我们赚的不多 所以财富没有 然后名利也不是一个很有名的人 但是对家人 我大概只有爱可以给他们而已 那发想的话是从我的女儿 一开始譬如说是恶作剧 就是他大概两个月的时候 我自己就弄了一个小的这样子的东西 弄在他脸上 就觉得很有趣 然后接下来就想这个兔子 是不是可以做其他的发想 然后我就开始用一些涂鸦的方式去做创作 然后这个是我第一张 就是我就随手拿了一张纸 然后就开始乱画 就从中间开始画 然后画完之后觉得里面没有他 那因为小时候小孩的话 因为小孩子摩擦他的头发的时候 后面会有一条 那个台湾古早叫做孤鹿 所以这一个是他 其他都不是他 那从这一张开始 我是想要做一个给小孩子的一个涂鸦本 然后很有趣的东西这样子 然后就后来就慢慢的延伸到 其实我的专业其实就是画画 然后跟那个做网页 所以我在我的Facebook 还有一些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的部落格上面 我都有做一些分享 然后就是把日常的故事 然后或者是说我自己最近看了什么电影 然后有一些感想 好比说那个MIP啊 就会有那个一家人 就是一家三口 然后像这个是我某一天接到一个诈骗 不是诈骗集团 就是那个台湾什么自查公司的 他跟我讲说 你有沒有在喝茶 我就心想说没有 我只跟他讲没有 他马上把我电话挂掉 听完这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火啊 我有喝醇吃茶算不上喝茶啊 对然后就 我就把这些东西把它做成一个故事 那接下来就是结合 就是因为这个手工衣的东西是 做皮剑是我大学的时候学的 可是我一直都觉得这个是兴趣 然后我就把这些东西做出来之后 大部分就是同事啊 生日彼此 我就会送他们一些小礼物 那都没有想过说 把这个东西当作是可以赚钱的东西 然后结果后来久了久了之 就觉得好像有些人会跟我讲说 你要不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卖 然后甚至就是我送了一个同事一个打火机 我都觉得皮很多东西可以做 我就把那个皮包上那个打火机之后 缝起来 然后就送给同事 结果过年的时候 放假就接到同事的电话 你送我那个我很喜欢 你帮我做40个好不好 我说你做40个干嘛 他说我要拿去送人啊 或者是我要拿去卖人 那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诶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商机吧 结果就真的做了30个 大概还没有交到那个同事的手上的时候 已经去掉10个了 就已经被买走了 而且觉得还蛮好玩的 然后所以我就开始弄了一个品牌 那这个就是我的logo 那桃色的话 因为Momo就是日文的那个桃子的意思 所以我就是Momo House就是桃色 就是桃子这一家的意思 对 然后我在去年的去年的八月的时候 有因为梦想摇篮的这个计划 然后上台跟那个 就参加这个梦想摇篮这个平台 然后跟萧青雅他们就是有做一个合作 对 然后这个也是我画的一些东西 然后后来因为 等一下 因为这个梦想摇篮的关系 我后来就是在这里面 因为这个应该是说我其实我现在是在104里面上班 那当初公司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们找不到人嘛 因为一个新的平台里面是找不到 找不到人家会想要加入的 所以他就从员工里面下手 那员工就你又找一些有那个特殊专长 因为我送太多的礼物了 所以就被找去 然后就说公司希望你能够使命必达 就是你今天只要上了这个平台之后 你就一定要达成 就是要达成 那所以我就想尽办法 因为是员工嘛 所以就是我做了一些小东西 好比说是磁铁开瓶器啊 或是说参加活动的时候 我做了一件衣服 就自己画在画在衣服上面 手画的 然后后来因为有一些朋友跟我讲说 你这个东西还不错哦 你要不要把它印出来卖 我就印了这个T恤 我印了150件 然后除了送人的之外 大概150件全部都清空了 不过刚刚有提到一些做公益的事情 虽然我没有像那个林毅啊 或是刚刚那位 那么伟大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发现一个愿望 就是我卖那个衣服 虽然我没有赚很多 可是我就是觉得说 既然我要卖这个衣服 有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我就跟我老婆讲说 我的宏愿就是 我会把那个收入扣掉成本 成本的五分之一吧 我就把它拿去卷出去 给那个儿服联盟 那这个上面的这个插画是 因为我还蛮喜欢给小孩子 看那个动物星球频道 所以我就是慢慢就是画这些插画 我希望说以后他长大一点的时候 他可以涂鸦 然后就画了一系列的 我本来是想说要把它做成一个小本子 那结果后来 因为懒惰啊 就是不是很爱钱 所以就没有真的做这件事情 不过我还是一样有画一些东西就对了 然后接下来就是我的愿景 因为其实蛮多人想要 看到我这个东西 他觉得很有趣 然后会想要找我做一些合作 好比说之前有那个做手机壳的 他也找我做合作 可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做的东西 不是那么成熟 所以我就婉拒了这件事情 然后但是我还是希望说 未来还会有一些方向 就是插画啊 或者是做衣服啊 还有设计 那个公仔还有皮件 就是我的兴趣 这些都是我的兴趣 然后就是这样 然后希望可以成立一个 自己的一个 不要说是实体店面吧 希望说这个东西会变成是 大家看到这个名字 会知道有这个品牌 这样子 然后我利用那个 募款的那个钱 出去做一个那个商标的申请 对 然后最后 还是希望 谢谢大家 要祝福大家 那个父母很快乐 好幸福的朋友 大概这样子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